BeeBee,我們今天來做什麼? 你上次問我是不是想買樓的? 當然啊! 你這麼開心做什麼? 我看樓的嘛! 也是的,這次帶你來看長沙灣的樓盤是新的 我喜歡住九龍的,這麼方便啊! 對,適合你啦! 快看樓吧! 看看吧! 買的不行啊? 先看吧! 每一層分為東西兩頁,各有十火和七火 每邊都有一個電梯大堂 我們一於由細單位開始看吧! 一進門口就見到儲物櫃連鞋櫃,用盡懸關空間 都算是一個加分位 走進一點就見到開放式廚房 這個廚房真是令人眼前一亮 用了Adobe Brown色作為主調,感覺簡約,設備又齊全 適合我們煮飯仔啊! 發展商除了大手不配備高級基本家電之外 一房和兩房單位的開放式廚房 其中一個大特色就是採用了陷入式設計 大大增加了儲備的空間 操orb雲的空間 那麼簡單 客廳有窗和露台 單位採光沒問題 寶貝我最喜歡這裡的露台 很適合你 翌日可以拿衣服 我想問這個露台有多大 這個露台是22呎大 部份單位的露台可以看到城市景 遠望甚至可以看到山景 一場來到 不如看看兩房單位吧 都是採用開放式廚房 配備多了L型廚櫃和家電 主廚房的空間感真的很充足 加上有兩個窗戶採光 感覺更加開揚 浴室風格和設備同一房單位一樣 最後就來看看適合三至四人家庭入住的三房單位 這個單位最吸引就是採用了緊廚設計 風格和前兩個單位有點不同 以上的real white為主調 整體感覺簡潔命量 然後就來看看這個單位的另外一個特色 乾室分離浴室 為了方便多人同時使用 將臨浴間、座室和洗手盆 劃分為三個獨立空間 看看單位的三間房間 看了這麼多單位好像也是這個最好的 預算也不錯 因為一呎一呎一萬七元 格格也不錯 而且市區適合你嘛 你喜歡 不要緊啦 我們現在欺負錢 我們遲些小屋換斗 好啦好啦好啦 真的甜蜜 喂喂喂 設施配套也很重要 又怎可以留下會所呢 會所總面積超過25000平方呎 配備24小時健身室 多功能宴會廳 26米長室外泳池 兒童遊樂室 全港首創電競空間 KOL On Air 直播空間等等 只是看示範單位不夠後勒 不要緊 我們一於落實地考察 Let's Go The Campton 位於長沙環福榮街201號 呈V型雙翼建築為單凍式設計 樓高35層 提供一共467貨單位 項目坐落於港鐵長沙環站 和深水堡站之間 在雙鐵路站優勢 其他交通配套亦相當齊全 以20分鐘黃金生活圈為賣點之一 寶寶我們示範 都是有看完 又實地考察完 為何還要來長沙環 買長樓幾百萬 當然要看看到處有什麼配套設施 對 但今天三十二度好熱 我看到你有帶傘 沒有啦 不行啦 你自己考察行不行 由於地契要求 The Campton 樓下有一個政府營運的垃圾站 不過拍攝當日所見 衛生情況都相當良好 沒有太大意味 但如果特別著重衣方面的朋友 便要留意有關助向 附近都是學校、車房、茶餐廳 環境比深水堡站那邊較為靜 距離The Campton 5分鐘路程 還有重新裝修的街坊商場 有Food Club 和小型街市 都頗方便 接著我們去深水堡那邊 深水堡區一向相當熱鬧 電腦商場、街市、體育館 超級市場應有盡有 還有不少出名的街坊食店 尤其是福榮街、福華街一帶 我們搬來之後不怕沒東西吃啦 BB 剛才帶你去一輪街坊小店 那你現在帶來做甚麼 其實深水堡近年有很多文青的cafe 好像這條大南街已經有幾間 我又知道你喜歡喝咖啡 不如試試這間吧 好 走吧 大南街和基隆家帶有不少cafe 手作店、皮革店和復古小店 為深水堡帶來另一番感覺和生活氣息 BB 我們週末還可以過來 探杯咖啡吃個all day breakfast 都頗輕鬆啊 最後又怎麼少交通配套呢 位於長沙環的The Campton 交通非常方便 四通八達 對開還有多個巴士站和小巴站 去不同地方 港鐵站方面 樓盤位於深水堡站和長沙環站中間 我們親身走了一次 路程都只是五分鐘內 真是好方便的 中間 撇開 。